美国内政部发布严格测评报告 大疆正气版无人机或安全许可 在近来充斥怀疑和管制的环境下 这是中国科技企业获得美国政府批准的罕见例子 香港南华早报10日报道称 经过对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的正气版无人机系统 长达15个月的严格评估 美国内政部肯定其符合技术与风险要求 没有数据外泄的风险 同意在内部使用大疆创新10日向 环球时报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 美国内政部还表示 经过他们的市场研究 美国国内目前还没有可用的替代品 无论是价格、性能、可靠性及拓展性方面 其他产品都不及大疆无人机具有竞争力 据报道 美国内政部和大疆的合作始于两年前 从2018年4月开始 美国内政部在大疆经纬MATRES600 PRO和与Mavic Pro两款无人机上配置大疆正气版无人机系统 测试包括飞行器的飞行性能、有效载荷和数据安全管理性能 飞行次数均超过千次 测试期间 没有迹象表明、无人机采集的数据 向系统外传输 确认飞行器符合大疆所承诺的安全标准 美国内政部的研究测试结果 已发布于上周推出的飞行测试和技术评估报告中 南华早报称 大疆创新北美区副总裁马里奥维贝洛9日发表声明表示 美国内政部此次报告 极大认可了大疆创新多年来在数据安全管理方面的努力 通过官方测试和验证 意味着大疆创新的产品 具备优异的技术水平和信息安全保障 全球各领域的组织机构 都可以放心使用大疆创新的产品 报道称 美国内政部负责评估 与批准允许在美国使用的各种无人机技术 近年来 美国地方执法部门 和基础设施运营方 已变得越来越依赖无人机 但今年5月美媒报道称 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警告称 无人飞行系统的数据 可能被厂商或其他第三方储存 构成潜在风险 该警告没有提及任何特定制造商 但被认为针对的是 在北美无人机市场占据近80%份额的大疆创新 大疆创新时日对 《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大疆无人机的用户 对其数据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使用无人机时生成的数据是否被收集 存储以及传输 完全由用户自主决定 常规版本的大疆无人机产品 可以连接到互联网 并利用互联网功能更新本地地图 增强用户体验和安全性 实现普通用户和商业任务中 常规数据传输的需求 而大疆正旗版无人机系统 可以确保无人机数据 包括飞行期间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无论是有意或无意的操作 都无法共享到外部 美国专注于无人机的Journey Live网站9日评论称 上述报告是美国内政部 完成的一项独立分析 对于郑杰利证明 其客户数据安全的大疆来说 该消息代表着迈出了 至关重要且积极的一步 美国政府和工业的所有敏感任务 都依赖这家中国制造商的硬件和软件 此外大疆也是美国同行 接连倒下的一个领域的领军者 而这两点正导致该公司近年来 一直在接受密集审查 但评论也称 从美国内政部的报告可以看出 美国内政部只信任 当前测试的大疆正起板系统 而升级后的版本还需要 重新接受测试和审批 南华早报引述 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 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 访问研究员拉斯卡伊的评论说 该测试清晰表明 尽管有关美中科技脱钩的说法甚嚣沉上 但还是有可能找到化解有关数据安全顾虑的可行性方案 但他同时表示 真正的问题是这些安排 是否能够经受住美中之间 与日俱增的不信任 此外 国会似乎越来越担心 美国无人机行业逐渐萎缩 并将此归咎于大疆 大疆难以轻松化解这些顾虑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